大家好,我是CloudMile的营运长James 欢迎来到科技报局的云端特展 制造力在数据应用上面大概会遇到几个痛点 第一个是数据的分散造成资料的孤导 因为制造业厂区分散在世界各地 或是在台湾的各地 资料在各地的结果会造成在资料的整个上面 遇到会比较多的困难 第二点是因为资料越来越多 造成在印尼的设备也好 预算也好 都非常难以去做掌控 第三点是在Data Governance 因为数据治理的这些政策 在很多制造业其实都还正在发展当中 所以对于资料的control assess的这些Management 通常大家并没有把它做得很好 最后其实是在数据治理的人才的部分 其实大家的人才都非常缺乏 也就导致在整个的数据治理上面 遇到了蛮多的困难 不管是从Cloud也好 Data也好 或是甚至后面的AI Machine Learning 来解决商务的痛点 其实我们的看法是 还是要去建立一个好的数据管理的平台 一个好的数据管理的平台 其实就指的是一个企业等级的Data Warehouse 这个样的Data Warehouse 其实可以帮助你去做多云上面的资料的管理 甚至多云跟地上面的资料管理 同时去做好你的Data Governance 做好你的资案的系统 当所有资料去做放在同一个平台上面的时候 就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 在导入系统的部分 像刚才有提到 其实很多的厂区 很多的公司 它的Data其实分担在世界各地 甚至不同的地方 那你有一个好的API的Management Tool 就可以解决这些资料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问题 过去我们其实帮台湾一个半导体产业 去导入这样的一个服务 过去它其实资料非常的分散跟多元 也造成它资料的查找 这个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帮它导入了一个数据中台的服务 让它在这个资料的Labeling上面 也做到很多的自动化的部分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措施 其实让它整个人力的资源的应用上面 大幅的减少了60% 数据转型成功的关键 其实有第一个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Data Governance 你的数据治理做好 才能够去帮你的数据的治理 哪些人可以看到哪些数据做好一个安排 第二件事情 是你要搭建好一个好的一个数据中台 才能够让你的数据的处理 资料的分析 能够有一个大的平台 让所有的东西能够汇集在一块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才能够帮助你 不管是在你的Data Governance的建立 或是数据中台的建立上面 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Device 或是一个好的Partner 更多详细的内容 都在科技报局的云端特展 我是Clarmall的营运长James 谢谢大家收看